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 我非常害怕 我會不會就這樣被帶走 然後我的聲音 就不再能夠被大家聽見 這也就是我直播的原因 因為我要維護我自己的權利 但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是個小職員而已 我哪知道什麼東西呢 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每次 不好意思 我腦袋心裡想的都是 當年白色恐怖的時候 那些被帶到麻場丁公園 被槍決的那些烈士們 還有那些被丟到 柳章梨的公墓 被亂葬的那些烈士們 我腦子反覆心裡想的這件事情 我想了是不是 武零年代是不是 是不是又回來了 那個年代是不是又回來了 民進黨難道沒有這種感受嗎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存在任何接受所謂大陸黨政軍相關組織的金錢 不存在這樣的事實 這些人民幣是我自己在大陸出書 所以出版社它和我之間有稿費 有版稅 感謝所有的民進黨 大陸進黨 共投 太好了 我們就那個空投 公投收改 修改 修改什麼事情 以後證人出庭作證 律师可以陪同 以证人的身份尽情搜索 律师可以陪同 我再一次的跟各位宣告 我将会参选明年的台北市议员的选举 我经历了这18个小时的训问之后 我觉得我不能这么自私 我不排斥任何继续从政下去 当然就包含投身公职人员的选举 包括市议员 市长 立委选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